多倫多吃喝玩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琳 出道來說的話我覺得應該是 Amazing Grace 因為Amazing Grace 讓我遇到了賞識我的人 然後讓我進入這個歌壇 那如果說真的有一首歌會影響我很大 讓我覺得真的可以讓我覺得說 我可以很自在地唱歌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有我媽媽知道 因為我媽最喜歡叫我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叫我唱Winnie Houston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實因為第一次進錄音室嘛 然後進去錄音室第一次唱的就是 失戀無罪 那個時候在進錄音室前 一直都是在pop主唱 所以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就會在錄音室裡面出現 那那個時候只是覺得說 三四分鐘的歌曲 好像很輕鬆的就可以唱了帶過 但是製作人一直覺得 我的聲音好聽 但是缺少了感情 他希望我可以再更豐富的 把一些情感交代出來 然後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練 要不然就是每一天都試著用不同的感情 不同的一些技巧去詮釋這首歌 但到了最後幾天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快崩潰 就覺得說我到底是不是會唱歌 然後製作人也告訴我說 其實他在製作其他藝人的時候 是怎麼樣去讓自己的情緒更投入 然後要把自己真的感動到 就是當你在唱一首歌的時候 你可以感動到自己 你就會感動到別人 所以我那個時候不斷告訴自己說 這是我的歌 我想要讓自己感動 然後才可以感動別人 一定會緊張的啊 因為我是歌手是一個給大家一個評論 跟讓大家很快熟悉你 也很快的評論你的一個平台 然後一開始會很抗拒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唱歌要用去 用名字來去定一個歌手 會不會唱這件事情 但是之後好像慢慢熟悉了這個舞台 就會覺得我就是因為熱愛歌唱 所以我希望因為藉由歌唱可以讓大家更認識阿玲 因為我覺得我不太會說話 但是我可以用音樂去讓大家更熟悉我是誰 因為一開始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還沒有想到說要跟家人一起 只是覺得在那個時候有一點想他們 然後很久沒有跟他們一起唱歌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在吃飯阿 或者是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會唱歌跳舞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只是想說 我記得那一期是唱那音姐的 愛上你的愛上寂寞 然後得了第二名 然後我就想說 趕快回家報喜訊 然後打電話給回去 然後那時候已經凌晨三點了 我就不曉得他們是不是在睡覺 然後我就撥電話過去 我爸爸就接了 他就說喂 我就說你怎麼還沒睡 我就問我爸說 我得了這麼好的成績 那不如下一期你們一起來跟我一起唱歌 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爸應該又會說不要吧 我還是不要吧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表演的人 而且又在這麼多人的面前 但沒有想到他另一頭回答的時候是說 好阿 我也想去那個舞台看看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興奮很開心 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那個不是一個比賽 反而是一個重新跟家人聚在一起 回到小時候的那種感覺 我那一天覺得我好像是十歲的小女生 因為爸爸媽媽也很熟悉這個鼓調 所以我想說就加入到前面 他們雖然已經唱過了非常多遍 但是在那個舞台上面 看他們就是在唱舞台之前都不斷的練習 你知道我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他們為了自己心愛的女兒 然後很努力很認真的去一直不斷練習這首歌 我就想說你們這首歌應該已經唱了不知道幾萬遍了 但是你們還是因為在這一刻 你們還是不斷的練習 我都覺得在回想這一段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很幸福 就是到了三十歲 你還可以跟爸爸媽媽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他們旁邊還是可以有那種撒嬌 對對對撒嬌 其實在創作這一塊啊 我從第一張專輯《失戀無罪》 我四季這首歌詞 就是我寫的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都有在嘗試創作 不管是詞曲也好 然後在去年的十一月發行了這一首歌《旅客》 也是我在去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不斷在飛行 然後我很羨慕跟我同飛行的一些旅客們 他們有的人可能是去 可能跟我一樣飛到那個城市 但是我是去工作 但是他們是去玩 我都會藉由聽他們的一些 就是可能有計劃啊 在聊天很興奮的說 他們可能要下去哪一個景點要去參觀 我反而是跟經紀人在聊說 我們待會可能是要跟什麼媒體見面 然後可能要一些的表演 我們就要做好了什麼準備 那個心情是有一點 他們在放假要去玩 我是在工作 但是有的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好像也是在旅行 我只是用了我最熱愛的工作 去看到更多不同的城市 然後我其實也每一次的旅程 我都幾乎很難去休息 因為我很好奇我接下來到的地方 我會遇到的人事物是什麼 我很想了解這個城市 會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會有什麼樣的美食 所以其實在旅客這首歌 我跟 我寫完了曲之後 我跟一秋就是作詞人 聊完說其實我們人生好像 就像一場旅行一樣 那我們見到的人事物都是一個課程 那我們都會經歷過 我們可能會沮喪 我們可能會遇到困難 但我們也會開心過 然後一定要告訴自己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就是新的旅程又要開始了 不要去留戀之前 或者是後悔之前的事情 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上一次來是9月份也是很冷 然後因為我是在台灣長大的嘛 所以那個氣候是真的比較溫暖 然後在多倫多非常冷 然後我記得一開始演唱會的時候 大家也還蠻冷的 但是到後面大家可能有聽到一些 可能自己熟悉的歌曲 他們就會跟著我一起唱 美食很多 就是有不同的 我很喜歡吃 就是那個素食餐廳 像AMW啊 還有Tim Houghton啊 還有我喜歡吃那個薯條 那個Poutine嗎 對對對 還有太多了 一打開就很香耶 喔喔 這是我的了 Sorry 我先用一用看 直接用手好了 怎麼知道我餓了呢 喔 好好吃喔 這個很厲害 而且它冷的也蠻好吃的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點擊關注喔